就是那時候我們去巴厘島回來 我們就是做商務場 他就說正餐之前都會有一些餐點 對對對 比如說有麵包什麼 他已經擺在你面前 然後他就說你要ABC這樣 然後我就說喔我可以A 他說喔這個沒有特別好吃喔 你確定你要嗎 這麼蠢欸 很小然後我就說哇 我就看著我朋友說有事嗎 他怎麼了 聊天室不要鬧了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打開小鈴鐺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因為已經很久沒有出外景啦 所以想說今天來帶大家出遊一下 但是我們今天來到一個 我自己也嚇到的地方 天啊 女神的辦公室 我們今天要來探訪 維恩 那今天我們要跟維恩就是聊聊天這樣子 我這是第一次跟她見面 但是呢因為我們有中間的共同朋友 然後看她出現的東西很辣 那妳為什麼不出 因為我沒有她辣 所以呢我現在想要可以整她嗎 第一次就整家 會不會很沒有禮貌 不會一個下馬威啊 我有點害怕欸怎麼辦 她氣勢看起來好強喔 我怎麼變小鬧鬧 所以我們現在要鋪一個梗 就是等一下她來我就是要臭臉不講話 然後第一句問她說你有沒有遲到 我覺得很難 我看很難欸 你兇得起來嗎 我不用兇我就說 你為什麼遲到 這樣很陡欸 我現在手都是濕的 靠北 你們怎麼出事的我要回家 欸欸欸欸欸 嚇到 嚇到 嚇到我差點 我現在裡面都是汗的 你知道嗎 很緊張欸 OK我們等一下就這麼幹 看我要穿了尿了 我現在想尿尿 那你站起來 快起來站起來 哈哈哈哈 嗨 有人妳遲到 不好意思 因為我玩的比較多 啊不行 我要擦尿了 哈哈哈哈 很緊張啊 哎呦 哈哈 我的天 怎麼那麼漂亮啊 哈哈哈哈 嗨 妳好 妳好 我們第一次見面 我是天菜 對 妳好 好可愛 妳本人真漂亮 有啊 我今天真的人比較不舒服 所以我晚一點到了 不好意思 妳好 妳好溫柔喔 我覺得我算在螢幕上 她數一數二氣勢很強的人 對 妳氣勢好強喔 妳好適合當老闆 老闆 來來來 欸 妳不要 先不要 喝到茶嗎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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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要 她怎麼那麼逗趣 我是覺得妳氣勢其實很強 因為我就是在國外的時候 我就知道她們三姐妹 因為就是長得太不一樣了 蛤 這位妹妹們 真的要學起來 氣質要好 各位 然後要懂得會生活 那我們今天要準備來跟我們 維恩小姐聊天囉 YA 好啦 現在呢 我們要來跟我們維恩小姐聊天一下 好 我先講我看到她的感覺 就是我很real 妳看得住嗎 OK啊 OK啊 OK 她眼睛散發一種 少女 妳的眼睛為什麼有少女 我今天看到妳有點小顛覆三觀 因為我覺得妳應該是 有一點犀利的人 就是看起來就是有點 所以妳這個為什麼做不好 我覺得對妳非常希望 什麼東西 就這一類的人啦 所以我看到她 她其實有點ㄎㄧㄤ 沒有 原因是因為我今天驚起來了 然後吃了指頭藥之後 現在有點飄飄的 飄飄的感覺 基本上呢 你知道我都是講空服員的東西 比較多 因為我有看妳的那個頻道嘛 然後就講了好多一些 有關於在飛機上的話題 我其實真的滿想參與的 妳常出國嗎 常出國只有久久飛一次 比如說夏威夷還沒過 比如說一年可能真的有機會飛到一次 那我們來問她一下 在飛機上妳有沒有什麼比較特別的經驗 或者是妳有碰到什麼事情 或對什麼東西特別疑惑了嗎 因為我其實也有遇到一次 有關驚奇的事情 然後 那妳驚奇很常來 不是不是不是我 是空姐 喔空姐 就是那時候我們去巴厘島回來 我們就是做商務場 她就說正餐之前都會有些餐點 對 比如說有麵包什麼 她已經擺在妳面前 然後她就說妳要A B C這樣 然後我就說我可以A 她說這個沒有特別好吃喔 妳確定妳要嗎 喔那我選B喔 那我覺得也還好 那我選C嗎 隨便喔 我就看著我朋友說有事嗎 她怎麼了 然後再來就越開始她就說 妳要酒還是汽水還是什麼 然後我就說我想要喝某某汽水 沒有囉 那我想要喝蘋果汁 沒有囉 這麼窮欸 很像 然後我想說哇 就最後就是我們就 差不多有十幾個朋友都剛好坐在商務場 每一個都遇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要客訴嗎 然後結果就 好像你們有一個更大的 是做舱長 就跑出來道歉了 然後結果她就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已經起來了 所以 怎麼可以 我的天 然後我就這樣 喔 好 像我們國泰航空就不會發生這種事 真的 妳一定是搭XX類的 綠綠的應該也不太會 對不會 I know I know better 他們比較有個性一點 喔 真的 就是妳驚起來 妳就report sick 在家休息好嗎 因為妳這樣子會影響客人的情緒 因為像我們生病 有些人會頂著病繼續去飛 但其實這個東西很不好 因為會傳染給客人啊 但是其實我也必須要體諒 因為其實空姐 同小他們 其實常常會 譬如容易頭痛 或真的會 生理反應會比較不好對不對 可是這個很看體質 因為我們有那些姐姐 飛到55歲喔 她活力非常好 然後就是飛得很好 就每個人體質不一樣 我曾經也是那一家航空公司 然後我碰到一個 然後我就跟她說 我要毛毯 然後前面有一個比較年長的 阿公阿嬤 也看到我要 所以又跟她要 結果 她拿給他們之後 一轉身 她就直接這樣翻他們白眼 我發覺有時候他們是因為有一點職業倦怠嗎 不管你職業再倦怠 你也應該就是要把你的工作範圍做好 你又不是刁難他們 我碰到有一個你知道是怎樣的嗎 我就是那一天服務商務廠 然後我碰到有一個 她就一直按call like 然後我就要走出去 她什麼都沒有 她就這樣子 你旁邊 你知道我幫她拿什麼嗎 放在她旁邊的menu 什麼 她沒手嗎 但我們不能這樣問她 好 然後她你沒手嗎 不過以客人的角度來看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還蠻有趣的 那接下來我要問你最近的問題囉 戒指為什麼那麼閃 定婚而已 聽說是520要去登記的 對 本來 疫情的關係 對 因為疫情的關係 她怎麼求婚的 很簡單耶 就是在海邊 我開去海邊 然後兩個人在車上就求婚 但妳事先是知道的感覺 我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因為我本來就會固定 我會叫她帶我去海邊看海聽音樂 然後還有吃玉米 我就是會拿著玉米 在一邊聽音樂 然後看海這樣 然後這樣吃 譬如說一個月會去做一次 讓我自己放鬆的方式 然後就去了之後 我才拿起玉米 然後拍照很開心的時候 她說 妳要不要上車啦 我說 我才剛下車要看海 就一上車 我就看到有一個鏡頭 我就想 幹嘛 然後她就說 開始一直表白這樣子 然後講一講她說 今天我很想要做一件事情 她就把那個中道那個東西 打開 對 就拿出階級 那妳有落淚 妳有落淚 有感動 然後結果 求完之後她說 但原本其實不是這樣求婚 我說蛤 然後她說原本其實還有更大的 真的突然 疫情 那時候還沒有第三級警戒 開始變很嚴重了 大家還是不要聚在一起好了 就原本會更多人 然後她的前一天就取消所有的求婚的計畫 妳是儀式感重的人嗎 就是譬如說 妳的生日啊 或是情人節 沒有 完全沒有 可是我儀式感也挺重的 真的假的 就譬如說感恩節就會想過 然後聖誕節 我喜歡兩個人 開心過就好 我知道有些人是完全不提或不過的 然後我就會覺得有點不習慣 譬如說她如果帶一束花送給妳 這樣妳也OK嗎 OK啊OK 很簡單的我沒有一定要很大場面的 我不會是那種很浮誇的在過那生日 妳有辦過那種很大場的派對 我30歲的時候是最大場的 在之後就會沒有了 我最大場的應該是15歲 因為我在阿根廷長大 所以南美洲有一個叫做 Ginsanera 也就是說妳15歲的時候是成年禮 妳是一個大人了 所以通常他們會辦得像婚禮一樣 那邊的婚禮是這樣子的 他們吃晚餐的時間很晚 妳那個派對開始也就是9點差不多的時候 然後一直延續到早餐 然後中間會抽什麼戒指啊 好好玩喔 對對對就辦得非常的大 但我現在回來台灣 欸應該很多人追求妳吧 我現在就喜歡會講台語的 盡量不要太ABC 就是 可是妳不覺得在國外長大 妳會應該很多外國人會喜歡妳這樣子的 因為我的朋友也幾乎都是白人 就是外國人比較多 可能吃多了吧 有一點蜜蜜 我會介紹給莫莫 莫莫也需要 那我問妳 一路走來 我覺得妳的感情愛情也是轟轟烈烈的 啊 妳可以給大家 現在看的姐姐妹妹們一點建議 就是說 要怎麼去釋懷一些東西 沒有什麼特別釋懷的 我覺得 我這個人也是很憑感覺 感覺對就走 所以我沒有釋懷什麼 然後也從來沒有後悔過什麼 因為這都是妳人生的歷經過程 妳遇到了就去面對 感情就是一直不斷在成長 妳自己知道妳到底要的是什麼的時候 妳會越來越大膽的去愛吧 妳會覺得說有時候經歷了太多 靈魂太潰爛 因為妳之前有瘦掉39公斤的 有一陣子 那是因為生離死別的關係 那這個東西一定會很難過 可是再遇到 那妳只是會變得比較 更堅強 更堅強然後懂得去怎麼面對 妳有一個type嗎 我在意感覺 妳不覺得我每一個都 不太一樣 我以前都要有一個一定的主題 就譬如說她是運動員 她是電競選手 長得像好萊塢的明星 然後打勾勾打勾打勾 現在就覺得喜歡有一點土味的 好 那我問妳相處是不是很重要 我覺得這是我的問題 我發現我自己不太會相處 就是我只會談戀愛 當妳真的在一個relationship裡面的時候 就會漸漸無聊掉了 可是妳不覺得說在談戀愛的過程中 妳還是要先懂得這個人在相處 或是妳才會越來越好的時候 我現在有比較好了 因為我前一兩個 可能教會我的這件事情 妳一定自己有想過說 在跟這個人交往的時候 妳一定有想像過說 欸 我會嫁給他嗎 其實我每一段感情都都想的機會 我都會是這樣 只有小女生 真的嗎 像我的話 從交往看看再說 好保證再說 對 那妳怎麼排解 就是妳分開一定會難過啊 找見妹囉 去海邊 沒有去海邊 真的妳問默默 因為我不愛去酒吧那種夜店 我沒辦法 我不喜歡太吵的地方 妳是一個會在別人面前展露自己難過脆弱一面的人嗎 我不會 我很堅強 所以我只能去海邊 不孤單嗎 我覺得那個時候是最好讓自己發洩情緒 讓自己好好靜靜的時候 妳說妳在朋友面前當然也可以哭啦 但是哭完之後 妳還是很想一個人靜靜啊 當然偶爾像 我有時候真的在工作上 情緒比較低落的時候 我就會說 默默 我好想要去海邊喔 欸 我去 那我就好啊 對啊 怎麼想要去啊 對啊 她也想笑喔 她算是因為屬於比較安靜的人 所以她就不會吵我 妳需要跟我講 想要講什麼話的時候再跟我說 然後就默默飄著 吃著玉米 又吃玉米 大家都覺得妳是女強人嗎 女強人嗎 我只能說我是 女苦主 女苦主 就比較苦力的一個人 我是那種 我一直會一直發想太多東西了 然後不會讓自己搞得很累 因為像我自己也是 比較偏能力 比較高一點的 我覺得台灣男生會害怕欸 甚至於我可能不在意 妳今天是什麼的學歷 我就喜歡妳 但是我才發現這種東西 對那個人來說 是可能是很大的壓力 如果是像這樣的話 妳會怎麼解決 因為男生會有自尊心 但是我覺得啊 妳就是要帶著她一起去工作 然後知道我在幹嘛 然後學習什麼 但這個東西她們會想學習嗎 因為我會告訴她說 以後我也會年紀大啦 老啦 如果我要懷孕生小孩 沒有體力的話 妳就要幫我 把這個事業一起顧好 妳會把寶寬 就是放在她身上 對 我有時候可能太耀眼了 妳知道嗎 我就是那個無敵熱情 小太陽 然後燒死旁邊的人都不知道 好啦 那妳現在事業這麼的有成 因為最近其實到哪裡都可以看到妳的蹤跡 聽說妳的寫真集 人生最後一本了啦 真的假的 我覺得第一本是三十歲嘛 三十歷四十不過 五十就真的不行 其實我的寫真書 其實沒有到這麼的裸露寫真 我就是也要告訴大家 就是在辛苦在努力的女人 也要好好愛自己 把自己打扮得更好 喔我的天這身材 哇喔 哪有妳的 先不要講先不要 如果喜歡的話 我們下面這個有連結好不好 謝謝 還有那個我的員工就跟我說 欸文姐有那個妳喜歡用的東西 來來來 開運 感情 吸引桃花 吸引桃花 對 維恩的秘密花園 玫瑰精油酒精噴霧 那它是現在疫情就是可以拿來噴手手 對都噴手手 因為它裡面還有玻尿酸 所以它可以有保濕的成分 我會想要做裡面有玻尿酸是因為 其實你怎麼噴它就 你反而一直在保濕你的手 保養你的手 相信下面的觀眾應該問我說 什麼時候要出寫真集 等我把身材練好 你已經很好了 輸了啦 我想輸很黑的那一種 台灣人不喜歡太黑耶 那我們今天謝謝我們的小維恩 愛你們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 按讚訂閱分享 耶 開啟小鈴鐺 哇 好棒喔 大家掰掰 掰掰 不好意思 我遲到了 為什麼遲到很久啊 第一次接公司 為什麼遲到 怎麼樣 怎麼樣 沒有啦 好怕喔 你想怎樣 你想怎樣 他是跟我一起坐過私人飛機的人 我的天啊 我超想拍私人飛機 因為之前其實有私人飛機來挖腳 你一定有 我這個人就是比較 怕複雜 他先改天來拍一個私人飛機 對 我會 那不然我找他 如果有私人飛機我找他 妳說大家介紹好吃的玉米給我吃 沒有 欸真的 我看哪一家玉米攤 我到底哪一家玉米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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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說好不好吃 你也每天都吃 我介紹你咧 是我介紹我私人 哈哈哈哈 到底 要不打架 十年前就已經在吃那一間了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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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